1999年5月7日 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中国主南联盟使馆 造成三名中国记者遇难 二十多名中国外交人员受伤 中国人民不会忘记他们为捍卫真相 公平和正义付出的鲜血和生命 也不会忘记 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犯下的这一野蛮罪行 北约一方面声称是区域性防御性组织 一方面不断渲染地区紧张局势 制造阵营对抗 冷战后 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一再点燃冲突的影线 将战火燃向世界 从波黑到科索沃 从伊拉克到阿富汗 从利比亚到叙利亚 据不完全统计 仅2001年后 北约发动和参与的战争 就导致数十万人丧生 数千万民众流离失所 近一段时期 北约持续东进亚太 挑动阵营对抗 迫害地区和平稳定 已经引起地区国家高度警惕 如今在中国驻南联盟被抓使馆就职上 矗立着一座纪念碑 上面眷刻着缅怀烈士 真爱和平 以美国为首的北约 应当认真反省自身犯下的罪行 彻底摒弃过时的冷战思维 停止挑动地区矛盾 停止制造分裂动荡 真正为促进欧洲和世界的 和平稳定 与长治久安 做点实事 优优独播剧场ena